我們有準備拖車啦 一箱一箱的抗菌消毒噴霧 送進中芯國小 一一發給每位小朋友 戴口罩之餘 然後還要給我噴這種抗菌消毒液 保護自己 勤洗手 戴口罩 病毒也離我 再三頂頂小朋友要勤洗手做好防疫 因為這一波疫情擴散 金融很多國小學童 及六歲以下學童都還沒打疫苗 市議員何淑萍自掏腰包 購買六千瓶的抗菌消毒噴霧 送給新一區國小和公司力幼兒園 這波疫情擴散的時候 然後我們幼稚園跟小學生 現在還沒有施打疫苗 那我為了讓他們多一層的保護力 我贈送新一區各小學公司力托兒所幼稚園 我分別贈送他們抗疫清潔消毒液 讓他們還沒有打疫苗之前 能夠多一份保障 那我希望他們都是防疫小兼兵 能夠戴口罩勤洗手 病毒遠離我 我希望這個校長 院長 在叫他們防疫的一個 基層的一個概念之餘 能夠我們一起努力加油來抗疫 包括東方國小 中興國小 東興國小 及深美國小 都陸續收到這批消毒噴霧 學校也轉發給學生 提醒孩子們做好防疫 目前部分老師可能有一些和學生有染疫的狀況 所以有一部分調整成線上教學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是來學校 健康的小朋友大部分都來學校上課 那在家裡面或者是居隔的老師們 他們可能就會利用線上課程來指導小朋友 那希望小朋友都能夠健健康康 疫情趕快消散 這個疫情期間呢 特別是這段時間非常的吃雞 那一座這個贈品呢 讓我們全體師生啊 不管是幼兒園或者是小學 或者是我們老師們 都能夠在這個疫情期間 能夠有一些抗疫的一些物資 那這瓶抗疫小尖兵呢 能夠足以讓我們在我們 勤洗手的方面在沒有 可以施洗手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來防疫 那同時也希望各位小朋友 能夠好好的度過這個疫情 讓我們能夠順利的安然的度過 那其實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那個我們藝人能夠送 我們這樣子這麼可愛的抗疫小尖兵的 一個隨身工具 那小朋友呢 相信他們用了以後會更 小朋友很安心很健康 家長更安心 感謝我們何議員 來關心我們小朋友 特別是這段時間裡面 疫情蠻嚴重的 那小朋友出去啊 或者是上課時間 都要很注意自己的安全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防護的保護呢 可以讓我們現在市裡面的疫情 能夠慢慢緩和下來 代表全校的親師生 感謝何議員的一舉 感謝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何議員 今天特別到 深美國小來 而且何議員帶了很多很多的消毒液 還有防疫物資到 學校來 希望能夠讓孩子隨身攜帶 那尤其在這段時間 疫情都還沒有到最高峰的時候 其實孩子們是很需要隨時隨地 都能夠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這段時間 我們也要求孩子能夠多洗手 然後把口罩戴好 那有這個消毒液的讓孩子 發放在孩子的身上 我相信能夠更多重的保護孩子 那也希望這個過程當中 所有人都可以非常的平安度過 捐贈儀式上 捐贈儀式上 包括孝賢里里長 莊榮卿和一席里里長 李王環也特別到場 小朋友 尤其是國小的這個 因為是那個疫苗沒有打 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國小這一塊 他能做宣導 能讓我們這個小學生的 一共一共 大家來做這個防疫的這個清潔 然後要注意 尤其在孝島這一方面 那個我有跟益作也談論過 就是本區的孝島 尤其是國小跟國中的孝島 也是要注意 先謝謝我們的合議員 對我們學校的一個 防疫的那個 維護方面 送了特別贈送的 贈送一些抗菌液 給小朋友 這個 那個防疫的尖兵 那我在這邊也是說 在我們先導方面 就是盡量勤洗手 戴好口罩的 把我們這個疫情能夠 齊反下來 希望大家小朋友們 我們學區裡面的那個 教師員 校長他們都 身心健康快樂 基隆疫情未趨緩 仍有學校停班停課 學生只能勤洗手 戴好口罩 做好防疫 才能夠有體力 認真學習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